而且現在才五點半喔 日本一堆人都已經跑出來喝酒了 為什麼日本人喜歡喝酒呢? 如果有知道的這個網友留言告訴我 我真的想不透 Oh yeah! Oh yeah! 真是... 雜晃的夏天啊 去哪裡點酒? 這邊是吃的嘛 那邊嗎? 那邊那邊 好,我們去點杯酒 然後再點一些吃的 啊,乾杯! 乾杯! 現在都要乾乾杯了 你再一杯 再一杯 這一杯啊,500cc的 雜晃啤酒 耶耶耶 大家好,我是北海盜女婿 Cherry 我終於下班了 自從有自己的辦公室之後呢 我就過著日本社處的生活 就是... 朝九晚六啊 唉... 終於體會到這個 當上班族的痛苦了 雖然我是一個老闆 但是... 這個老闆也有老闆的壓力 那你員工也有員工的壓力啊 看到這個... 公司銀行的賬款 一直出去 發金水出去啊 然後這個... 金流沒有收進來的時候啊 其實... 壓力還蠻大的齁 好啦 不管這麼多啦 壓力這麼大呢 日本的社處 下班之後 當然就要去... 喝一杯啦 喝到醉 喝到蠻喝到 所有的壓力都不見齁 所以呢 我現在就要過去這個... 大通公園齁 睽違三連 重新舉辦的這個... 大通公園 啤酒祭齁 帶大家去看一下齁 日本社處是怎麼喝酒的 其實現在下班啦 天還這麼亮 其實是一個... 小確幸 然後北海道現在七月多喔 天氣涼涼的 然後也不樂 非常的舒服 非常適合呢 跟同事在外面喔 小酌一杯喔 身後的同事是誰呢 跟我穿著情侶裝的俊佑 很俏喔 都買UNI-CRO的 UNI-CRO 啊這一件多少錢 忘記多少錢 便宜的就對了 便宜貨就對了 看我們都穿 便宜貨UNI-CRO的 那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雜晃市的大通公園 那這個大通公園呢 就在雜晃市中心喔 這個大通公園呢 就貫穿了整個 雜晃市中心喔 是一塊綠地 讓這個啊 日本的社處下班之後啊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散步啊 排解一下 一玉族心情的地方喔 那這個大通公園呢 最有名的活動就會是 就是在二月就會舉辦這一個 Yuki-ma-tsuri喔 如果有來北海道的人喔 冬天應該會參加這個 Yuki-ma-tsuri喔 就會看到非常多的冰雕 那現在呢 這一個雜晃啤酒節呢 也在大通公園舉辦喔 那現在帶大家去喝酒囉 然後跟大家科普一下喔 雜晃大通啤酒節 是從昭和34年 也就是1950年 就開始舉辦了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已經停辦了三年喔 今年呢 終於又開始舉辦了 然後這個會場的設置 就在雜晃市中心的大通公園喔 整個啤酒花園 從大通公園的 五滴木一池延伸到 十一滴木喔 總共六個會場 總共綿延一公林喔 那有一些有名的這個 日本的啤酒 比如說 三德利 阿沙咪淇淋 雜晃啤酒 然後十滴木 這是世界各地的啤酒喔 這個就是不怕你喝啊 就怕你醉倒而已啊 然後今天這個會場 就是五滴木喔 那這一個啤酒就是 三德利 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要進去喝酒了 然後現在就是這個 啤酒節的這個實況 那這個會場是三德利啤酒喔 看到沒有 已經非常多的這個 打謊式的市民都出來 喝酒了 非常的開心喔 在這樣天氣下去 喝這個日本啤酒 非常的舒服 那邊就是可以在那個 那邊買這個啤酒券 然後還有蠻多吃的可以買 而且現在才五點半喔 日本一堆人都已經跑出來喝酒了 日本真是一個 非常喜歡喝酒的民族啊 為什麼日本人喜歡喝酒呢 如果有知道的這個網友 留言告訴我啊 我真的想不透啊 壓力有這麼大嗎 前面這個就是六滴木 是阿沙咪的會場 前面剛好來了一台 跑車跑車喔 帥哥帥哥耶 是一個帥哥開的 有一句名言啊 因為在法拉利上面哭啊 也不願意在摩托車上 也不願意在摩托車上笑啊 大家覺得剛剛那句話有道理嗎 大家是想在法拉利上面哭 還是想在摩托車上笑呢 我相信大家留言就是像 我想在法拉利上面也是笑的 喔耶喔耶 真是雜謊的夏天啊 消毒 嗨嗨嗨嗨嗨 哎呀這邊有台灣大雞排喔 等一下點一個來吃看看 來來來來去哪裡點酒 這邊是吃的嗎 那邊嗎 那邊那邊好 我們去點杯酒 然後再點一些吃的 來啦 點酒去點酒去喔 我相信這個字幕君在 撿我的影片的時候應該是 蠻想過來喝酒的 喔這邊有三百酒莫六百 非常多的酒量 喔這個生啤酒喔 很多種類 然後啤酒在這邊買券啊 然後吃的也在這邊買券 然後在日本呢 其實女性也非常喜歡喝酒 而且也非常會喝喔 那這個狀況跟台灣不太一樣 就是我覺得蠻多台灣的女性 其實是不太喝酒的 喔日本女生真的很會喝喔 AX用手邊那個 來領食物了 這個動線其實設計的都蠻好的 然後食物基本上都已經做好了 下班後的小確幸啊 喝啊 舒爽 爽口 我看過去啊就是這個 單女老少都出來喝酒了 這個 未成年的就是 喝喝可樂啊 然後呢最近這個 日本真的很流行台灣的大雞排 應該流行一陣子 但是最近就是只要貼上台灣喔 就會賣得特別好 雞排 可能說台灣小雞排啦 這個size 對不對 叫大雞排 對不對 台灣的那個才叫大 好 好 好 勉勉強強啊 喔 有點乾 然後這次點的這個大阪燒 其實來這個會場啊 強調的不是食物 是這一杯啤酒 啊啤酒真的是好喝啊 然後啊下班之後啊 然後就跟這個同事 朋友 喝一杯酒啊 鹹話家常啊 然後幹掉一下 商事或同事啊 多麼的舒壓 多麼的爽啊 然後我要幹掉誰 我就是老闆 我要幹掉誰 客戶 幹掉客戶喔 我不好說啦 幹掉一下這個 員工好了齁 今天爸爸給了多少錢 哈哈哈哈 整個剪掉 這個剪掉 哈哈 然後這個是 麒麟的會場 都是黃色的 跟他們的品牌形象很符合喔 那我們現在過去喝這個 雜晃啤酒 來雜晃一定要喝雜晃啤酒 然後這邊還有規劃 西煙區 我覺得在日本辦活動啊 就是動線啊 西煙區 或者是前面這個 這個活動廁所的數量 都非常的多 所以他們這個辦活動啊 都非常的有經驗 整個逛起來 就非常的舒服啊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 中央廚房 就是調理區啊 這個 Kilin的就在這邊 中央廚房做調理喔 哇好香喔 然後前面就是 Sapporo的會場 Sapporo Beer Garden 你看看好不好 人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要排隊進場了 是不是客滿啊 乾杯 乾杯 現在都要乾乾杯了 再一杯 這一杯啊 500cc的 雜晃啤酒 下班來喝一杯真的是 非常的輕鬆喔 那我其實我下班不是去應酬 然後就是 回家啊 跟老婆小孩吃飯啊 難得啊 今天下班之後可以來這邊 悠閒的喝一杯喔 然後跟我這兩個同事一起喝酒 回圍三年喔 那有什麼感想啊 好久沒參加這個活動了 沒想到一來還是這種 沙拉莉莽大叔居多 哈哈哈哈 下班沒事做嘛 嗯 過來消遣一下壓力 OKOK 那我們就是過來看這些 可愛的小妹妹們 對 這個日本的這個上班族啊 這個中年人啊 這個壓力太大了喔 下班看一下妹妹一下 對啊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其實 都是小妹妹 打工比較多 嗯 對對 看一下齁 我這邊也是大叔級 然後前面也是大叔的 對對對 那後面是 女孩 我後面是這個 日本年輕的女孩喔 因為我其實昨天又有來 但昨天是跟客戶來 只算是應酬 對 今天跟朋友來比較不一樣 輕鬆 輕鬆輕鬆輕鬆 不要來應酬啦 希望客戶不要看到這一集啊 哈哈哈哈 他一定會看到 從白天喝到晚上 現在來到這個 德國慕尼黑啤酒的會場了 這個人潮稍微少了一點喔 我們進去再去喝一杯 第三花 來我們決定來這個 德國慕尼黑來吃一些洋腸啊 好 來啦我們買了 德國洋腸 九跟九百塊日幣 但是這個不是洋腸的規格吧 這個這麼小跟 我本來有時候九百塊好划算喔 結果這麼小跟 不行喔 其實在北海道這邊 很少德國的食物耶 這應該是我兩年來第一次吃到 德國的食物喔 來喔 德國酸菜 好吃好吃 讚喔讚喔 然後這個 德國慕尼黑啤酒的會場 氣氛比較悠閒一點 喔 蠻不錯的 第三拖啦 但是呢 我們這一拖沒有喝啤酒 而且這個進口的啤酒比較貴啦 所以我們這個 我們就沒有點啤酒了 feels alone anno 不通啦 我們才幾勝的 在ôn 在這個 祝你們 大通啤酒季完成 那我要回家去了 希望大家會希望大家會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講話有點口子不清很醉啦 掰掰 字幕提供 兩個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曲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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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rozen, I'm frozen I'm frozen, I'm frozen